歡迎收看 手機遊戲 漂流少女 我是尼亞斯 對耶 我找到一款這一款看起來很可愛 很可愛的一款 休閒的釣魚手機遊戲 欸 等一下 不要聽到釣魚手機遊戲就馬上跑掉了 好的 總之這一款遊戲呢 它我覺得蠻新鮮的 等一下玩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那 因為我是第一次玩 所以玩的沒有很強 有事玩一下啦 那我們就開始吧 然後它是一款韓國大學生製作的 還不錯 好 那首先我們現在這個少女是 睡著了 我們要點一下讓她醒來嗎 呵呵呵 好可愛喔 好 呃 世界被水淹沒了 得查查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先學一下釣魚方法吧 喔 俗話說的好 呃 小孩子呢 不會釣魚 身為家長或是大人 要 呃 幫他的地方不是 釣魚給他吃 應該說 小孩如果想吃魚的話 你應該不是幫他釣魚 而是教他如何釣魚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一個點故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你有不懂的地方 別人不應該 呃 直接幫你解 應該說你遇到問題 別人不應該幫你解決問題 而是應該教你怎麼去解決問題 因為如果你總是要別人幫你解決問題 這樣的人 其實 我不是講要罵人啦 是真的毫無用處 所以要學會解決問題 大家要努力喔 好不好 那如果各位小朋友有在看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拿給你父母看 要學會怎麼教你的小孩解決問題 而不是幫你的小孩解決問題 懂意思嗎 好 這很重要喔 好 那麼來開始釣魚吧 呃 長按螢幕後放開的話開始釣魚 啊 我現在是用手機模擬器去錄影的 那至於是什麼呢 其實上網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不一定要跟我用同一款 OK 魚上鉤 可tab螢幕開始釣魚 魚逃釣之前要快速tab才可以釣到 可以拿到經驗值跟魚餅乾 魚魚餅 好喔 可以升 喔 魚餅可以升級釣竿 親自試一下喔 呃 按著嗎 按著越長 釣出來的魚越強 是不是 然後呢 他就開始釣魚了 呃 出現了 然後咧 呃 要跟他 開始跟他對打是不是 呃 呃 他有血量欸 呃 我要在那個 上面有一個 剛剛這邊有一個針 我要在那個針 跑到 他血量底部之前打贏他這樣 然後想前往其他地區可以 點擊螢幕上方的地圖 前往地圖的骷髏地區可捕獲BOSS魚 哇 這麼猛 還有BOSS魚喔 還會有排名喔 螢幕右上方選項可以查看幫助 好喔 聲音會不會太大聲啊 我覺得 欸 等一下 他又開始釣魚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沒有要釣魚 等一下喔 停停停 按這個可以取消釣魚 對 因為我覺得剛剛的聲音有點太大聲了啦 所以我把它切小聲一點 對 呃 雖然說海的聲音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大聲 但是釣魚的聲音就不會這麼大聲了這樣 然後我們要移動到這個BOSS區 熟耳 好耳熟喔 這不是韓國的那個嗎 一個地名嘛 然後他好像 喔 他現在在移動中 我可以邊移動邊釣魚嗎 試試看 欸 可以欸 我可以邊移動邊釣魚 好酷的一款遊戲喔 真的是漂流少女 好 我們先開始跟他打 嘿嘿嘿嘿嘿嘿 這個是什麼 遺餘嗎還是台語 看不懂 我中文不是很好 有了 釣到了 OK 不不不等一下 這問號是什麼 欸 這不是看過了嗎 然後這個呢 喔喔 是任務是不是 喔 有隨機任務欸 好 我們來釣一下這裡的BOSS魚吧 後面還有一個看起來像是大釣竿的東西欸 好酷喔 OK 等他出來吧 來了來了 BOSS魚是張是不是 喔 好大隻喔 好像釣魚燒喔 等一下 釣魚燒我是不是應該要請 我應該要請另外一個那個 另外一款手機遊戲的大佬過來 呵呵呵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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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什麼 輕魚王是不是 好酷 喔 OK 好可愛的一款遊戲喔 我覺得很好打發時間 而且超可愛的 特殊魚掉落的物品可以到港口進行出售 出售物品可以獲得珍珠 利用珍珠可以購買皮膚 喔 這遊戲好像還有所謂的皮膚skin 或者是你可以改造你的船 超級酷的 還有魚也可以買的樣子 喔 如果我 呃 買skin的話 可以那個就是 有各種的那個 附加值是不是 我們繼續邊走邊釣吧 來吧來吧 等他邊開船邊釣 有了 看一下釣到什麼魚 欸等一下 等一下 背後那是什麼東西 等一下 喔 魚餅乾 等一下 是海星欸 好可愛喔 我釣到了一隻派大星 我一直破陰欸這一集 我到了嗎 喔 到了 到了 他好像說世界被水淹沒了 欸 我看到 僅存的陸地欸 好酷喔 而且這個人還拿著一把菜刀 好恐怖的感覺喔 然後這個應該是 喔 我可以跟他換東西 這什麼 我看不懂這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啊 呃 我要怎麼看說 這是什麼東西 不然我要怎麼 怎麼知道他可不可以賣 點左鍵是販賣啦 然後這是任務是不是 喔 釣魚成功 拿到30個 然後 壽司鯊魚是不是 喔 好多那個任務喔 他要一隻壽司鯊魚 什麼是壽司鯊魚 沒有吃過 喔 我兩等了欸 普攻從30升到61 等一下 你確定從30升到61 不會太高嗎 好像有點太高了一點喔 呵呵 這什麼東西啊 肉 用肉換 喔 黃昏的烤肉派對 好酷喔 這什麼 喔 每日獎勵是不是 我要 喔 我可以點他可以獲得 好酷喔這遊戲 這遊戲 很特別欸 我覺得 這遊戲很有創意 比其他遊戲創意多了 真的 現在大部分手遊都是那種 我跟你講都是 自動戰鬥 自動練本的 自動接任務那種遊戲 我已經受夠了 不是說不好啦 各有所好 但是 你如果全部遊戲都是這種遊戲 我覺得太悶了 偶爾有這種 比較新鮮的遊戲 我覺得不錯這樣 喔可以贊助他是不是 喔 分享到FB啦 好不用了不用了 然後 然後我看一下他這邊有賣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魚骨 是裝飾品 頭癢的時候可以用喔 頭上插一個魚骨是不是 好可愛喔 木箱 喔木箱是裝在後面的嗎 喔 就裝在這裡啦 這什麼 燈籠 這燈籠看起來比原始的暗啊 這還比較亮 這什麼 東方木船 欸好可愛喔 我看一下我 我現在74塊 我想換一個這個模範身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雖然原本的藏法也很可愛 但是這個也更可愛啊 模範身的感覺 好可愛喔 我的天哪 我好心動喔 我好想把我的 漂流少女 漂流的 很可愛一點 呵呵 不過後面的都好貴喔 我們 我想先買一個船好了 還是 我們各買一個 因為這個燈籠其實說實在 比較好看 真的 它比較好看一點 算了我更買一個好了 怎麼辦 都好想花喔 開始花錢了 呵呵 花遊戲幣了 OK 然後 等我買完之後呢 欸這邊有東西 買完之後呢 就點右上角這個skin 好我就可以把它裝上去 我要找到那個東西在哪裡 啊在這裡 裝備 然後 裝備 OK 那我們現在的船 就升級了有沒有 超酷的 OK 那我們在這邊 好 這邊不能釣魚喔 好吧 那這是幹嘛的 靜止釣魚 喔我不能點離線是不是 喔我還可以登錄耶 這是我的Google帳號耶 等一下 阿地圖呢 喔 新地圖耶 東京 首爾 然後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阿不要不要我不要過去 我不要過去 等一下 我們先目前 看一下喔 這邊驚太號代表說有任務 然後 這個代表說有發現特殊的魚 好可愛的一款遊戲喔 不過 不過我目前今天就先玩到這裡好了 那大家覺得這個系列要上全字幕嗎 因為這一集我應該會上全字幕 然後大家覺得應該用手機錄還是這樣子錄影就好 因為手機錄其實它音質不是很好 我收音的配備不夠好 那也沒有前去換行 比較好 那 優點就是說 如果我用手機錄的話 你們用手機看 放大螢幕的話 它就是 直接直立式的手機 就是不會像是 只有中間有這個圖片這樣啦 它是 整個就是你手機放大 或平板放大 它就是直立式的 全螢幕的影片 那如果是用電腦錄的話 聲音會比較好 因為我的麥克風是電腦專用的 那 可是說就是它螢幕就會比較小啦 大家可以給我一點意見嗎 右上角播放清單可以投票 好啦 那麼這集的系列就到這裡結束囉 那 我不確定要不要連載 來看大家的反應吧 這個 就剛好 在網路上突然看到 覺得很可愛 也沒什麼人拍 然後就覺得 欸可以來拍拍看這樣 可能啦 不過 應該更新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不好意思啦 好 那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或是訂閱 或是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手選擇看 那如果更多人有看到的話 我就更多綠狗出去喔 按了訂閱 不要忘記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每次上傳影片 或是開直播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喔 那麼下一集的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Mmm Read